台中出現國內第一家民間測謊公司 負責人是前台中地檢署檢查事務官李景明 他曾經對涉灘的前行政院秘書長林毅市等人測謊 今年7月從地檢署退休後 準備把測謊的技術推廣到民間企業 有關您有沒有收受過廠商任何回顧的問題 您都會老實回答我嗎 民眾坐在椅子上 手上被貼上偵測器 他正在接受測謊 不過他並沒有犯罪 這裡也不是刑事局 這裡是台灣第一家民間測謊公司 負責人是前台中地檢署檢查事務官李景明 從事測謊有14年的經驗 今年7月退休後 決定將測謊推廣到民間企業 很多雇主他不一定要把員工抓去管 你幫我釐清說哪一個員工 我比較可以信賴哪一個我不能信賴 比較可以信賴員工我就放到重要的部門 我不一定要把它file掉 我要找我信賴員工 那就放在這個重要部門 比較测謊沒通過 也許他就把它擺在其他部門 不過這樣的企業测謊 卻讓法界人士多有疑慮 因為依法雇主要行使調查權 並沒有這麼容易 目前食物裡頭 雇主的確可以對勞工做一些調查 那調查前提是有它的必要性為前提 也就是說已經明確發現它有忠誠問題 那你調查過程當中也要考慮到合理性跟合法性 任何一個測謊的進行 對勞工是一個人格上的侮辱 律師也表示 根據調查 台灣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 在亞洲地區是最強的 如果企業以測謊的方式來調查員工的真誠度 將會破壞雙方的信任感 民眾也認為用這樣的方式不太恰當 如果是像我自己本身的話 我應該還是會睜一隻眼逼一隻眼 有人表示這樣的測謊方式根本就是侵犯人權 律師提醒 民眾如果面對資邦要求測謊可以拒絕 若遇到公司強迫要求 可循法律途徑 維護自己的權益 記者邱智培賴斯杰 台中報導 今天的新聞通就來學測謊的手語要怎麼比 先比假說謊有沒有考試 再加上檢查四個動作 假有沒有考試檢查